西安外国语大学北美校友会在洛杉矶宣告成立 美中官员洛杉矶桥学界人士均前来祝贺 西外北美校友会的成立是希望在中美两国搭建资讯平台 更好地为校友服务 近看报道 西安外国语大学北美校友会在工业市亚太棕榈大酒店举办成立大会 洛杉矶中领馆教育参长柴海英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森巴拉蒂诺县县政委员海格曼 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五国庆 巴萨迪纳市议员John等政要均到产祝贺 并向西安外大校长王君哲 会长王和平 常务副会长贺君平等帮发祝贺庄 西安外大校长西安外大校友会总会会长王君哲 代表母校宣读了成立西外北美校友会的申请批复行 并向首任会长王和平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贺君平帮发聘书 王君哲在会中表示 西安外大自1952年创办以来为中国培养了13万2000多位优秀的毕业生 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 北美校友会的成立为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搭建了平台 我们这一次北美校友会成立以后 我相信也给我们西安外国与大学 绿居在北美的校友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 相互合作的一个平台 我希望我们在北美的校友能够把这个平台用好 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 为西安外国与大学事业的发展 做出他们积极的贡献 王和平会长 贺君平常务副会长在会中均表示 要建立校友会高质量的网站 及时的传递信息 加强与母校的联系 组织校友开展有意义的活动 校友在分为休斯顿 纽约 芝加哥 洛杉矶 五个分会 然后校友之间散落在北美各地接近1300人 这1300人在过去的60年中间 大家一直没有来往 那么现在这个成立以后 大家就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信息平台 通过微信 通过各种现代化的这种沟通渠道 所以我们今天校友们到洛杉矶来 真的很不容易 从美国 加拿大 深圳 香港 温哥华 各地飞过来来参加这个盛会 南加州 乔学界人士 包括蔡生华 田文英 生春平 丽永刚等贵宾 也上台致辞表示祝贺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若染基采访报道